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五十页 从第六行 第四段看起 我们若只为真有无上菩提可证 是错了 故隐非法 若只为没有无上菩提 那也错了 故隐非法 如来所说的法治是指一切法 法与非法皆不可取 一段讲义 第四条解释 这个经文何以故 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 如来所说的一切法 都不可以取就是说取向 不可取向 非法異非法 这个是双飞 如来说我们要证得 欧妮多罗三妙三菩提 就是无上菩提 换成中文是无上正等正觉 简单讲就是无上菩提 印度的这个音译 欧妮多罗三妙三菩提 如果我们执着 有一个无上菩提可以证得的 去取这个吧 执为真有 真有一个无上菩提 我们可以去证得 那这个是错了 如来讲这个无上菩提 我们不能去执着 所以故于非法 这个非法就是 不能去执着这个法 不能执着呢 有一个无上菩提可以证得 不能执着这个 那如果那不执着 那我就执着 没有无上菩提可证 那也错了 这个是非非法 这个叫非非法 就是 也不能啊 没有这个法 也不能取这个法 如来所说的 如来所说的法制是指一切法 所说的一切法 怎么说 这一个都不能去取 不能去执着了 不能执着那些像 那我们习惯啊 那不是有就是无嘛 我们的 环夫的这个观念当中啊 那一定要执着一个 那现在呢 佛讲这个法呢 我们要能够真正去体会 这个体会啊 我们要透过我们的 一个思维 思维修 去体会 不能这样 我们含糊笼统 听过去 我们不晓得 这个如来到底在讲什么 我们真的也 就搞迷糊了 所以你 这个金刚经讲义啊 帮助我们去 体会啊 佛说法的真实义 那厌解如来真实义 体会它的弦外之音啊 那这个地方 都是我们修行的地方啊 就是 我们要去做官啊 因为你 起法 起灰法 都是 起心动念嘛 那如来讲 有一个法 那我们就起个心 诶 如来说有一个无上菩提 我们可以证得 我们动了这个念头了 如来呢 又说呢 不可以执着这个法 那我们又起一个心 动一个念 诶 那就 没有这个法 那都不对 说有也不对 说没有也不对 那到底怎么样才对 非有非无 或者亦有亦无 都不对 你怎么讲都不对 你怎么讲啊 就是落在这个取向 那我们这个悟啊 就是在这个当中去悟了 你这个真正误入这个佛讲的真实意啦 怎么讲都对啦 我们没有误入啊 你怎么讲都不对 那为什么不对呢 因为我们起心动念嘛 讲一个有 我们就起个念头 有 讲一个没有 我们起个念头 没有 讲一个也有 也没有 我们又起一个 也有也没有的念头 这个 我们总是起心动念嘛 所以他这个修行 他这个一段啊 是修行啊 你要去观照的啦 他观照你 我们必须透过思维修 文思修 文就听文啊 见文 听文这个佛的讲经说法 或者自己看这个经 这个就叫做文啦 那文了呢 你要去思维啊 思维其意 怎么去修 所以文思修 要思维修 所以你这个起心动念就不对了 就是要你 佛讲这个啊 就是要我们 回头啊 去反观我们 起心动念 那反观啊 你回头反观 反观啊 那这个是要 要用一点功夫啦 不然我们也 没有办法去观 就你要深度去思维 然后去观照自己的起心动念 那观照呢 观照这个念头啊 是观这个念头 从哪里来的 这个禅门啊 叫观心啊 我们起一个先动一个念 这个念头从哪里来 从哪里深的 那你去找 你就找不到 那找不到就希望了嘛 这样去观 观久了啊 你心会定下来 叫照住 照住就是心定啊 你走 找不到嘛 那么照住久了 定久了 他就照见 禅门 那是用这种方法 那么我们念佛是用 一句佛号来给他代替 不管你什么念 那通通把它换成阿弥陀佛 我们静宗是用这种方法 禅门 那是观心 观心 这个方法不一样啊 目的都是一样的 那么观心就是说 也是要有一点功夫啦 你才能去观 就是说你 当你这个念头刚刚动的时候 你就要去观啦 因为我们凡夫呢 总是随这个无始节这个妄念啊 跟着这个妄念啊 一直在流转一直跑 我们都没有回头去反观 我们自己内心的起心动念 我们没有做这个功夫啦 这个用功是在这个地方上用的 所以用功要知道怎么用功 读经啊 读诵 你要解其意 这个要去误 误入那个经意 经的真实意 这样啊 这样啊我们才知道怎么去修行 去用功 所以我们也在 可以在平常生活当中 我们常常起心动念嘛 那起心动念就是烦恼啊 贪嗔痴慢啊 这些念头都能起来啦 这无始节的妄念啊 这个妄念起来 我们从来也没有去回 反观嘛 没有去反观嘛 反观这个念头从哪里来 我们就是说 随着这个念头一直发展下去 一直执着这个念头上 这个念头的点上 我们迷就迷在这个一念啦 迷在这个上面 这一念你转过来就是觉悟 但是要转过来啊 要下功夫 要下这个功夫 没有 没有这个功夫啊 我们反正在境界当中 我们都是很自然的嘛 这些妄念啦 很自然的 所以要深处转熟 熟处转熟 时时刻刻提起 你这关啦 这个念头从哪里来 人家骂你去 生气了 那个念头 那你 你去反观 我这个生气的念头 从哪里生出来的 你去找 那你去找 那你就发现了 找不到从哪里出来的 找不到从哪里出来的 那就希望了啊 他本来就没有这些啊 我们迷了 那好像我这个 你认真一吵 没有 那你这个心 就会慢慢定下来 慢慢会定下来 这个 观久了 你就会照住 这个禅宗用的就是观心 那这个一开始啊 他是观照 观照就是观照那个心 那这个观心的方法也是很多 那么观身菩萨他用的是 反文文字形 我们现在听到外面的声音 我们就是随着深层跑 那去分别外面的深层 这是什么声音啊 是在赞叹我的声音呢 还是在骂我呢 我们就是在分别这个 在执着这个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耳士 士就是 其实前面的耳士啊 他没有分别 他只是了别 圣灵听得很清楚 他没有分别 分别是 他把这个听 听到的传到第六士 第六士在分别 然后再送给第七士 第七士在执着 关键是两个士的问题 那么第六一士啊 我们现在也不会用 会用就把它转成正面的用 那就是修行 六七次转 前面的五士 后面的第八士就转了 观念菩萨 反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 他也是反观啊 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 六根啊 去圆外面的六层 那在这个当中 起分别执着 那反观就是 反文文字性 回过头来 文自己的文性 不去文外面的深层 那每一根的用功 都是这个原理 你只要 会用一种 一种回头了 任原经讲啊 一根据反连六根成血脱 那你只要一根回 回归自性了 六根都解脱了 解脱了 所以从任何一个法门 你 管官回归到自性 通通解脱了 那么大四字 它是用练佛圆筒 那我们现在呢 用功也是 在心地用功 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就是当我们起心动念啊 我们要 回头去觉察 我们开始起心动念 这个练佛 赶快换成 拿摩阿姆陀 练佛法我们是用 这样的方法 这个也是回头啊 那回头你也要去观照 自己有起心动念 如果你没有 时时刻刻提起啊 哇我们不知不觉就忘了 中奉国事在三十七年 不是开示的很清楚 我们都念的很熟悉啦 大家都会背啦 虚与背念佛之心 刹那及结业之所 我们都会念啦 那背念会不会修呢 不会 我们还是啊 一天到晚啦 不是虚与背念佛之心啦 一天啦 大概 二十四小时啊 不知道有 有没有一两个小时在念佛 那其他的时间都是 被念佛之心 统统是结业之所 所以念佛 所以念佛 那个念就是心里那个念头 那个念 那么这个念就是说 你提起一句佛号就是绝 就是中文国事讲的 你提起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你当下就是长极光 所以在第三十中文国事开始 长极光处处现险 大愿往层层去会 那什么叫长极光处处现险 你处处都提起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你当下就是在长极光 但是我们常常忘记 常常忘记 忘记心就往外叛脸 分别执着 然后烦恼就起来了 单身吃慢 以这些 无量无边烦恼就起来了 所以这个用功是从内心 内心去用功 佛法叫内学 从内心去用功 如果我不懂这个用功的方法 一天到晚往外叛脸 那就是不懂得用功的方法 那修了无量节也不会成就 方向不对 所以世间的科学家 哲学家 这些人 聪明的人很多 他怎么不成佛呢 一天到晚那找宇宙的本体 找了无量节也没找到 为什么没找到呢 方向不对 那向外找 那佛找对 佛他为什么做佛呢 他知道往外找错了 所以释迦摩尼佛 当年去参印度那些外道 通通是心外求法 心外求法叫外道 那个不是骂人的话 那是说你 你修学的方法 方向不对 应该向你内心去找 你现在向你心外去找 你永远找不到答案 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就是外道 这个不是骂人的话 也不是侮辱人的话 你修学方向对 应该要往心内求 你往心外求 就错了 是这个意思 不要说成佛 你看了凡事情大家都读过 那英古传师给了凡 其实讲就是改造一个命运 你都要往内心去求 你往心外求 你 你 连那个改造命运 你都办不到 那还能成佛吗 原来凡他听懂了 听明白了 他从内心去检讨 去反显 去改过 他 达到了命运成改了 这个我们 这个关键不能不知道 那么这一条佛讲的就是 取法 取非法 这个统统不能取 你取法不对 取非法也不对 正你起心动念 就错了 那你去找 我现在起这个心动这个念 从哪里来 这个关心 这个方法大家可以去尝试 那如果修静中的人 他要用念佛的 也是 同样的一个道理 只是在方法上不一样 念佛的人就是 你发现一个念头 不管他什么善念恶念 你通通把它换成阿弥陀佛 这一念 那就对了啦 这样就对了啦 而且念了这句佛号 它就是长极光 它是最直接的 所以大四字菩萨念佛 原通堂 他就是用这个方法 观念菩萨 他用 耳根 返弘文字形 用这个方法 像我们用磁名念佛 我这个是可以 念佛圆通跟耳根圆通 同步修 用我耳朵听佛号 就耳根嘛 这句佛号听进去 就是耳根圆通 那你心里念出来 口里念出来 念佛圆通 所以你看啦 西方三圣 一个观念 一个四字 它的表法的意思就是 观念菩萨代表 这个耳根圆通 大四字菩萨代表 念佛圆通 那当中是阿弥陀佛 那两个菩萨呢 观念菩萨呢 也修念佛圆通 耳根圆通 大四字菩萨呢 也修耳根圆通 念佛圆通 其实挤出一根 其他六根 通通包发在里面 我们磁名念佛 就是 两个圆通同时修 这个 诸佛如来 历代祖师大德 提倡的 是磁名念佛 你看大四字菩萨 都色六根 敬念相继 什么叫都色六根 六根 也要往外攀联 把它收回来 就是都色 然后敬念相继 一句佛法提起 这个大四字菩萨教我们用功的方法 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要 真正的体会 怎么去用 真正体会 你用功 用了两三个月 你这个效果就很明显 两三个月效果就很明显 所以这个一句佛号 就是 但是 要 不忘记 常常提提的起来 海贤老上 他的功夫也就是在这上面 你看他也不认识字 也不会念经 什么法会 什么都不会做 什么奏他也不会念 他就 他师父就叫他 你 念你自己拿摩阿灭头 念明白了 都不要说 明白就明显见性了 你念到明显你也不要给人家讲 他就真的老实念 片刻不丢失 看海贤老上光碟 片刻不丢失 他不是说一天到晚坐在那边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片刻不丢失 他一天到晚在外面田里工作 农夫 他是农夫 开墾 修桥铺路 一天坐到晚 他不是坐在 那些念佛堂 都没事坐 坐在那边念佛阿 他 这句佛号 他食物交给他 念了92年 片刻不丢失 所以他又做到这一点 所以他自在往生 他真的阿 像中风国师开示的 他能做到 虚仪 不 忘念佛 工作当中不忘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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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够做到 这个虚仪不忘念佛 所以他成就 不可实意佛 用功啊 关键就是在这个上面 所以这一段啊 就是用功的方法 就是你不要取法也不要取非法 那如果我们不懂啊 什么叫法 什么非法 反正你只要取心动恋 你统统给他办成阿弥陀佛 这样就对了 那如果你要用关心的方法 当然也可以 个人根性不一样 佛没有定法可说 那每一个众生根性不一样 根性不一样啊 佛说法 针对各种不同根性来说 应激说法 好我们再看下面第五 一切众生集诸菩萨等 就性上说 皆是一真法界 故佛之说法 自真如本性中自在流出 我们要正自信 虚先离心原相 如何可取 又要离言说相 如何可说 一切众生集诸菩萨等 就性上说 皆是一真法界 我们现在听经 听了法院经 法院经讲 十法界 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 明心见性啊 那么就 正一真法界了 那一真法界在哪里啊 十法界在哪里啊 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 十法界 通通在我们心里啊 那我们的心啊 你这个 你这个 妄想分别 执着 每一段 一真法界 变成十法界 妄想分别执着 妄想分别执着 放下了 十法界就是一真法界 那一真法界在哪里呢 中风国师开示啊 分明在目前啊 就在你的眼前啊 就 就是现在啊 那我们看了现在是十法界啊 因为我们迷了嘛 所以要回头啊 回头是按了 我们觉悟了 那十法界 那十法界 就是一真法界 所以这个 十法界跟一真法界 就是在我们心的迷雾 不同啊 那其实都一样啊 好像那个水啊 起了风啊 风浪 起了台风啊 哇 浪浪 很汹涌啊 那么正当 波浪 起来啊 那个浪是不是水啊 那个浪是水啊 那个浪是水啊 因为起了风 水就变成这种波浪啊 那风停下来啊 它这个水就归入平静了 平静还是水 起波浪汤还是水 它的本质没变啊 这是说明啊 我们众生迷了 迷了我们的自性啊 也没变啊 也是在啊 也是自性啊 只是迷了而已啊 那觉悟了也是觉悟自性啊 那也没有增加什么啊 那也没有增加什么啊 还是自性啊 所以中风国师三十七年这个开示啊 第二十开示啊 新佛众生三无差别啊 佛跟众生从哪里来 都是自己的心啊 这些心迷了 就叫众生 结悟了就叫佛 所以中文国师开示的很清楚 唯有迷雾不同啊 实际上佛跟众生是一样的 都是平等的 都有自性啊 所以一切众生是在迷 一切诸佛菩萨他觉悟了 就这样 但是 迷跟悟 就这个自性 就这个本性来讲 通通是一整法界 只是诸佛菩萨觉悟了 知道了 那十法界 原来就是一整法界啊 那觉悟了就一整法界啊 那迷了就变成十法界啊 就这样 所以就性上来讲啊 没有差别啊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 他跟我们讲这么清楚啊 你本来就是佛啊 你本来就是佛 他说 叫你成佛 有什么不敢当的呢 是你本分的事情嘛 那为什么不敢当呢 他不知道自己是佛 佛啊 佛出现在世间给我们讲了 我们才知道 所以通通是一整法界啊 这个就自性上来讲 故佛之说法 至真如本性中自在流出 佛说法从哪里说的 自性啊 他自在流露出来的 他没有思维 没有想象 没有想我要怎么讲 没有 遗到众生啊 遗到众生啊 互相感应 自自然然的说法 这个我们想讲一句 我们现在的 套一句现在的法来讲 佛讲经说法 他没有意识立场 我要讲什么 都是随机开示 随言开示 遇到什么人 他讲什么话 这个人需要什么 对他讲什么 那个人需要什么 对他讲什么 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我们要政治性啊 虚先疑心远想 如何可取 那么 这个 开示啊 我们就 要留意了 你要证得自性啊 为什么佛菩萨 他证得自性 我们有自性 我们不能证得呢 华言经佛成道 第一句话就说 奇灾奇灾 大地众生 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跟如来智慧得相 通通一样 没有差别 但你妄想执着 而不能证得 因为啊 众生有妄想分别执着 不能证得自性 那只要把妄想执着分别 这些都能放下啦 他就 证得自性 那这个自性啊 他就是本来就有的 本来就是这样的 那不是说 你本来没有 然后现在咻咻咻咻咻 咻到最后呢 那证得一个自性 不是这样的 那那个就有所得啦 那就不能说无所得啦 那《心经》啊明明给我们讲啊 那《心经》啊明明给我们讲啊 无所得嘛 以无所得故 这个大家好好体会 这个《波乐经》不好讲 大家听也不好听啊 也不好懂 所以 是宋朝以后啊 法师都 不太 讲这个《波乐经》了 但是很重要 因为这个修行啊 你懂得这个《波乐》啊 那修行真的是 可以顿草啦 可以顿草啦 这个这个 真明白啦 真的凡夫成佛是 一念之劫嘛 那不懂就 修无量劫啊 六祖在谈经讲啊 物则刹那间 弥则经累劫啊 物就是 你一开悟 你一转过来 一刹那你就成佛啦 就物刹刹那间 那弥呢 弥则经累劫 累劫就无量劫啦 那无量劫还是在做众生 那弥嘛 这个《波乐经》很重要 不好讲 听也不好懂 但是不能不讲 我们不能不听 但是啊 不能听错 不能把这个 这个像姜维隆老吉士讲啊 不能浅谈波乐 怕谈波乐 这个 忘谈波乐 忘就是乱讲 这个都不可以 那么要怎么样呢 要深谈波乐 深入的去谈波乐 我们才会得到受用 才能解如来真实义 所以你没有波乐啊 就无法理解如来的真实义 因此佛出现在世间 为什么波乐讲二十二年 几乎占一半的时间 因为这个是中心 佛法的中心 离开波乐就没有佛 不是佛法 所以我们要政治性啊 需先离心原向 心攀岩 心对 往外攀岩 要先离 这大圣起心论讲 离心原向 如何可起 离心原向 你怎么可以 起一个法呢 你起一个心 动个念 有一个无上浮体 这个叫心原向 听到说没有 不可以起这个法 那就起一个灰法 那没有无上浮体 那也不对 那又起灰法 这个叫心原向 这些 这个 为什么起这个 念头 就是心原向 那这个心原向 你要离 那怎么离呢 刚才讲 你还是关那个起心念头的 跟连在哪里 从哪里生出来的 离关 没有 用功是在这样的用 就是你不要 你去关起心东西 现在说我们不要起心动念 那我们根本就做不到 起心动念 那你要 觉察到 然后去关 关那个起心动念的深处 念头从哪里来 去找 那么我们念头方法就是 用具佛号 这是静中的方法 又要离言说向 如何可说 就不可说 不可说 我们在大圣经论里面 常常读到 不可思议 不可思就是离心言向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就离言说向 以这议论嘛 眼里议论嘛 不可思议 我们看第六 离原说向 正是言语道断 离心原向 正是心形触灭 无人在 无人在因地修行 亦先 亦离一切 分别执着 我们的分别执着啊 就从这个 执着啊 言说向 新言向 明智向 这些 这些起来的 执着这些向 那佛 教我们 要离这些向 不要执着那个向 离心原向 正是心形触灭 我们在因地修行啊 亦应先离 一切分别执着 你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自自然然就起来了 那佛法修学啊 主要是放下 分别执着啊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方法门径不同 但是 目标是一样的 那禅宗用的方法 它是用直指 教下呢 它有层次 赤地 像天台中 它有赤地三观 它有一心三观 看个人根气啦 根气上上根的 原顿根气的 一心三观 空甲中同时修 这个中下根气的 赤地三观 它有赤地修 有 原顿修 个人根气不一样 那么 禅宗 它是直指 它是教外别传 就是说 它 不用经教 就是 先单刀直路 直接把你那个起心动念 给你打掉 所以以前去参禅的人 这个禅师 要逼这个参禅的人开悟 方法很多 有些参禅的人去拜见禅师 禅师问他一个问题 他正要开口 他那个香板就打下去了 就是你不能起心动念 你要回答一个问题 你要先起心动念 诶 这什么问题 那个起心动念 那禅师 他知道啊 你一定是在起心动念嘛 那香板就下去了 下去就 不敢讲了 然后再问呢 不敢讲 讲了就被打 那说不要讲 那不要讲啊 也是被打 那讲也被打 不讲也被打 打到最后 不晓得该怎么办 不晓得该怎么办 那个时候 他就起个疑情 那个就不晓得该怎么办 他那个误触切入点 就在那个上面 那个叫禅宗教提起疑情 那个疑情不是怀疑 跟我们 我们有什么问题 那个我们是起心动念在怀疑 不是 这个当中呢 他起一个疑情 那个就是他开悟的一个 一个关键点 是用这个方法 那如果这种根气的 用这个方法 帮助他开悟 帮助他开悟 如果不是这个根气啊 那就 不能用这个方法 因为这个 过去的禅师 法师 这些高僧大德 他们都有修正功夫的 有修有正的 起码也有修有邪的 所以这些邪人来啊 他能关机 他能关机 知道你是什么根气 用什么方法教你 用什么方法教你 帮助你 开悟 那如果 你自己不懂这个关机 自己自己也没有开悟 那当然也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开悟 那当然也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开悟 如果不是这种根气啊 你打死了他也 也不会开悟 那个法门不对他的肌 那个法门没有对他的根基 好像吃药啊 没有 没有 没有对他的 病症啊 那药没有对症啊 要换药啊 这个法门 你没办法修人的换 换其他的法门 才有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嘛 所以 离以心连相 你 传宗有一句话讲啊 开口变错 你的齐个心动个念 要讲什么 开口变错 动念即拐 你动个念头 就拐 就不对了 所以 开口变错 动念即拐 就是我们常常 念弥陀经 无量寿经的 那四个字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就是 离心连相 离言说相 思是思为 心理的 心连相 意是言语的议论 这叫言说相 文识相 离这个相 那你才能解读来诚实义 所以 言里道断 心形除灭 你修什么法门 到最后都是这样的 都是要入这个境界的 所以无人在因地修行 一先应离一切分别之作 就是离言说相 离心连相 心不要去扮演 那么我们现在修净土啊 就是我们用 这些原理我们知道啊 我们用净土的方法来修 也是一样的嘛 只是说那个方法不一样嘛 这原理原则是一样的 一样我们是用净土这个方法来修 也是一样的 而且修净土啊 这个念佛 也有佛力加持 那这个当然事半功倍啦 你就是不懂 你只要能老实念 他暗和道妙 这个是净土他的特色 那些老公老婆他不懂 但是他真的能老实念 他就跟这个这个 正的自性啊 他暗暗当中他就去核了 反正你就这样念就对了 那现在呢 因为我们不老实的人比较多啦 不老实的人一天到晚打妄想啊 所以有必要啊 金刚经补助补助 这是我们敬老和尚啊 你看他讲金刚经 这个讲义在什么时候讲的 他是提倡无量寿经啊 读了好几年了之后 那有些同修啊 老和尚说读三千遍就开悟啦 我的人说三千遍啊 还没开悟啊 也有人跑来问我 也有人跑去问老上啊 那有的人读了一万遍啦 那分别执着更严重 就是换不下啦 那你修净土你要去西方 你换不下这 这些分别执着 你怎么去西方啊 这个世界呢 是非人我你都换不下 你怎么去西方啊 所以后来啊 又讲这个金刚经 就是说 武充说明无量寿经啊 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啦 看破放下才会老实啊 你看不破放不下 你就不老实啦 老实人 为什么他叫老实呢 他不懂但是他真能放得下 这样的人也很难得耶 所以 因为这种中下根气的人多 佛出现在世界呢 才讲经说话才多么多嘛 大家想是不是这样 如果大家都像海贤牢上那样 大概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世界 就拿一把引擎 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佛了嘛 还要讲四十九年干什么呢 对不对啊 这个禅宗有一句话讲啊 你真明白啦 开悟啦 都不用讲啦 不用讲怎么办呢 舌头挂墙壁 那个舌头挂在墙壁 舌头挂墙壁什么意思啊 不用讲了嘛 你都明白了嘛 那我们现在是 绝大多数都是不老实 才要劳烦释迦牟尼佛讲经说话 四十九年 要讲那么多 为什么那么多 分别执着太多了 问题太多了啦 不是这样吗 事实就这样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的确是这样 不要说别人啦 就我们自己一生 我们的问题就不少啦 是不是啊 所以讲经说法啊 这个 帮助我们啊 断以生性啊 因为佛法是男性执法 因为有怀疑 他就不相信 或者信了半信半疑啊 这个疑啊 没有办法排除 因为这个疑就从分别之座来 所以佛 讲经说法 帮助我们 放下分别之座 帮助我们断疑 一断了信心就升起来 不怀疑 我们再看这个下面这一节经文 三十五 引一切无为证 引用一切无为法来证明 上面讲的 请看经文 所以者和一切贤盛 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所以者和 这个所以者和啊 我们看这个讲义 一 所以者和即指出为何两边皆要非之所以然 一切贤盛皆用此双非之法 这个所以者和啊 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是指出啊 为什么说 叫我们不要取法也不要取非法 就是指出啊 为何两边啊 要非之所以然 为什么要 不能取法不能取非法 给我们说明吧 为什么 因为呢 一切贤盛皆用此双非之法 这个贤盛 三贤十地啊 这十柱 十行 十飞向 这个三十个位置叫贤 十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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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有这些 三贤十地啊 三贤十地啊 这些 位置的差别呢 都是以无为法 那无为就是放下的越多 它的层次就越高了 那其实都是无为了 从环夫到贤盛到成佛都是用这个方法 那你放下的越多 那你的层次就越高 像我们爬楼梯一样啊 那你放下第一阶才能升到第二阶嘛 所以 这个就是 因为讲出这个所以来的道理 因为所有 都是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不是有为法 那有为法就是有一个法啦 那无为法就是 没有法也没有非法 这个叫无为法 所以我们现在呢 讲 有个无为法 那又不对啦 所以这个叫双灰 两边 同时要理 这个当中啊 只能议会 不能言传 这个 它是一个引导你去悟 引导你去悟 所以言说 文字 这些 它是一个指路标啦 指路牌啦 所以这个 引导你去悟 你不要是 你不要是 执着在那个言说像上面 从这个言说像 你去悟入那个真实意啊 要懂得那个行外之音 所以这个你要先透过一个思维修 然后再就悟入 像禅宗提起一个疑情 这样啊大家才会 误入这个无为法 我们再看二 无为者指自性清净心 原来具足无造作下 今云无羞无证 即止此而言 这个无为呢 这里给我们说明了 自性清净心 原来具足无造作下 原来具足他本来就清净啊 是自性清净心啊 六祖开悟的时候 他讲了五集法 何其自性啊 本自清净 何其自性啊 本无生命 何其自性啊 本自具足 何其自性啊 本无动摇 何其自性 人生万法 这个本自清净啊 就是 什么叫自性啊 本来他就是清净 所以六祖开悟啊 他在五祖那边 叫人家帮他写 一首祭 他自己不认识字 他不会写 请一个读书人帮他写 那神秀他做的祭祀是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浮事 勿时得尘埃 那这个是我们一般凡夫是需要这样修的 这个也是需要这样修的 只是说神秀他没开悟 那没有开悟之前呢 是必须这样修的 身如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浮事 勿时惹尘埃 这个这个好像啊 这个身体啊像菩提树一样啊 心好像明镜台一样啊 这个 好像我们那个镜子啊 你要常常去管他擦啦 不要有灰尘啊 污染啊 才会清净啊 那他有 他这个是有违法啦 你有污染 有这个清净心 你要去支持勤浮事 这个就变成有违法 那六祖五他讲的那个是无违法 他说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得尘埃 他真的开悟啦 那本来无一物就是指自信清净心啊 真正他本来什么都没有啊 哪里有尘埃呢 心经不是跟我们讲吗 无无明亦无无明镜嘛 那无无明亦无无明镜就是什么 本来无一物啊 所以自信清净心啊 他原来都具足无照作相 你不是说去给他一个什么照作 他本来就是清净的 他本来就没有污染 是我们迷了啊 感觉有污染 实际上没有 实际上没有 这些污染啊 那你觉悟了啊 这些污染都是清净的啊 他迷了啦 就是清净当中的变成污染 那实际上啊 我们迷的时候啊 他本性还是清净的啊 他本性还是清净的啊 所以精云啊 无修无证啊 这无修无证就是指这个来说的啦 无修无证就是 你本来是清净的 他也不是你去修才去证得的 那他本来就有 像说 我们这个自信本来他就有 本来他就存在的 不是说我们修修修才有的 那个说本来没有 那修了以后才有 不是这样 他是本来就有本来就存在的 他本来就不生不灭本来就清净 但是我们不知道啊 我们迷了啊 这个问题都分别执着啦 这些大家如果用心去体会啊 你慢慢有一点悟促啊 你就很有滑喜啊 你心会觉得 哇 怎么这么清凉啊 这个这个 好像你的这个妄念啊 会减少很多啊 那以前啊 很看不惯的 那个心很纠结的 纠在一起的 现在啊 这个烟消云散啦 我们再看三啊 必须生灭心灭 自信清净心及现贤 至于修行下手功夫 即使非法非非法 两边不去 我们现在为什么看到这个世界有生灭啊 人有生老病死 这个这个 动物有 也有生老病死 植物 生住一面 矿物啊 沉住派口 有这些问题 这些现象 那外面那个现象啊 生面的现象啊 是我们的内心在起心动念 在生面 那看到外面那个像 就是生面的现象 那如果我们起心动念这个耳垫 停下来 你看到外面那些啊 这些万物都是不生不灭 你看到每一个人都没有死啊 这个讲大家很难体会啦 我明明看到就是 那如果小陈经典讲的 说苦空无常无我生灭的 这个我们都 都能接受的 我看到就是这样 那大陈经典讲不可辞于 不生不灭 都搞不懂 那有的人他不能接受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啊 他说大陈亏佛说 大陈不是佛讲的啦 后面的菩萨去造的啦 他写什么呢 原始佛教 写阿寒佛 阿寒讲苦空无常无我 那这个我们尝试可以理解嘛 人有生老病死啊 大家都看到啦 那这个我们尝试可以理解 我们可以接受 看到就是这样啊 你现在呢 给我们讲一个 这些都不畏死 都是不生不灭 那我们就顺便在佛说八道什么啊 那就变成这样了 那实际上啊 那为什么这些生命现象 神命现象是我们起心动类 所以我们老上这些年啊 他讲经啊 他都准备一个 以前那个老式的电影啊 那个交件啊 一秒钟 像那个机器转二十 一秒钟转二十四张 然后呢 那个打在那个荧幕上 那个人都在动啊 那个武侠片的在打架了 那我们看起来 那个荧幕上好像真的一样 那人也有讲话也有声音也有动作啊 看起来好像是真的 那那个机器一停下来啊 那就没有啦 那每一张底片啊 它是静态的 就像画那个动画卡通一样 大家有看过卡通影片吗 一张一张的 第一张第二张很接近的 然后你快速给他 我在Facebook有时看到 有人画一个 一个人 他那个素描画的 好像我们那个便条子这么厚 他画一张一张 然后好像数钞票 这样很快过去啊 你看到那个人就在跑了 那其实那个有在跑没有 是因为他那个很快在跑 那个就我们来比喻说啊 神灭心 你现在起心动念就像那个 一个念头一个念头这样 相似相续相啊 那接起来 我们看到这个现象 就是神灭的现象 你这个当中有一念你停下来啊 那你再看这个宇宙世界你就不一样了 那你要从内心啊 去找 才会找到答案 那所以这个佛法修学啊 这个大臣啊 他是讲到无名 小臣他是讲到 枝末无名 像元杰讲的十二阴年那个无名 那是枝末无名 大臣经典讲的是根本无名 这个根本无名那个一念 那个一念 转了 这个六祖谈经典啊 在 要在这个 转处不留情啊 那个念头啊 不留情给他 转过来啊 啊 这个永处那解定啊 那解就长在定中啦 就仲仲不动啊 就耐念啊 不留情啊 把他转过来啊 这禅中的方法 那么修行下守公务 这次非法非非法 非法就是说你两边都不取 那两边不取就是你不起心不动念 不分别不执着 那就不取了 一部《金刚经》讲了很多 你只要有一句懂了 你都全懂了 前面讲了不懂 后面继续讲 用其他的方式讲 就是 只要有一个点你切入了进去 那就全懂了 所以非法非法就是你要在起心动念去关照 那么听经读经 念作念佛原理是一样的 所以听经会听的人他就开悟了 他为什么听会开悟呢 讲的人没开悟 听的人会开悟 他为什么会开悟 因为他会听 会听他就开悟了 那怎么叫会听呢 离心连相 离言说相 离明智相 你就开悟了 这个我们听起来不好懂 但是你说很难懂也不是 实在讲这个没有难跟不难 只要你真懂了 那就不难了 那么佛说法就是要你误入这个 所以佛讲经说法佛有一个比喻说 黄叶子提 那什么叫黄叶子提呢 黄叶就一片树叶 那小孩子哭啊闹啊 拿一片树叶啊 跟他玩玩玩 那就不哭了 佛比喻说啊 那个房业啊 那逗小孩啊 就是他讲经说法 那目的呢 你只要不哭就对了嘛 那我们现在众生啊迷惑颠倒啊 那问题一大堆 像小孩啊 又哭又闹又吵啊 佛讲经说法安抚 主要帮助你啊 不哭了 你真正误入了 那就没事了 所以讲经说法它的目的啊 它是诱导引导 你误入这个真实 不要执着在这个言说下 心脸下 名字下 你听就会开悟 我们再看第四 世尊所说法 无浅非圣 无神非浅 故交大心初学者 即从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上用功 到赶果时 恭候其身 亦是持法 世尊所说的法呢 无浅非深 无神非浅 无浅非深 无神非浅 实在讲啊 说不上浅 说不上深 你真听明白了 你真听明白了 那真的就不深了 那听不明白了 好深啊 那其实 也没有深浅 只要能误入 所以无浅非深 无神非浅 所以教大心初学者啊 就要从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你就从这个上面去用功 那 起法起非法 关键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啦 只要起心动念就不对啦 那其一个念有法 不对啦 其一个念 非法 无法 也不对啦 那所以要做到 不起心 不动念 在这个上面用功 那这些我们如果 这个方法用不上 就用念佛的 念佛实在讲也是 言顿啊 直接了当 只是我们 念佛的人不懂 不知道 这个是言顿法 那我们现在呢 做三十系 做这么多啊 做这么多年啊 我们都开始在练啊 中欧国书这个 练练练啊 也没什么味道啊 这个 体会不到 现在做的 久啦 看看这个尖叫啦 有一点体会啊 有一点体会 那所以以前我念到了 长期光处处现前 哎呀那佛的境界 我们的凡夫 长期光处处现前 记录我太遥远了 是不是这样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那现在呢 看看这些 主持大德的开示 这个经教啊 看啊 实在讲啊 中欧国字开示都很清晰 就是我们现前 你眼前的事情啊 那不是记录我们很遥远啊 那不是给我们 讲的很清楚吗 昆明在目前啊 昆明在目前啊 那昆明在目前是我们 自己打妄想 给它想的很遥远啊 是这样的 那关键就是 还是我们那些幻恋嘛 那些幻恋嘛 你这幻恋放下了 那就在眼前啊 那更直接的就是 中文国字讲的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你说阿弥陀佛在哪里啊 你说我心啊 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我的心啊 阿弥陀佛就是我的心啊 那不是在自己心上吗 就像六祖讲的 迷的时候就很遥远 开悟的时候就在 当下就在眼前 所以我们当我们 提起一句佛号的时候 就是长极光 那这句佛 佛号 这句名号就是长极光啊 圆满的长极光 那为什么 我们提起一句佛号 我们当下就在长极光呢 因为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嘛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那不就是这样吗 那真的就在长极光 那只是我们 迷的不知道啊 所以我们 好像 我们一句打妄想给他 想得很遥远 是这样的 我们再看 五 如来 如来 依此法 称如来 一切贤圣皆依此法而成 甚至我等非如此生净信心 以此为始不可也 那么 如来 那么如来 依此法而成如来 那如来 为什么他称为如来 这个如来 这个如来是从性上说的 性就是我们的自性 那自性 那自性在哪里啊 就在我们身体里面啊 我们六根啊 眼能见耳能闻啊 那个能见能闻 那个就是自性 那个就叫性 那性就是什么 法身 这个性变一切处 变一切处 他不是说 这里有那里没有 如果这里有那里没有 那我们在这里能看啊 走到那边就看不到啦 是不是啊 我们回到月球去还是能看啊 继续封骗法界啊 这个性是继续封骗法界啊 所以我们起一个心动的恋 都是周遍法界啊 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 佛给我们说 所以如来啊 讲如来就是讲自性 讲佛是从相上讲的 佛成佛啦 这个如来就是 毗不遮那 法身变一切处 毗不遮那变一切处的意思 圆满报身如是那佛 那个 相好光明五等文啊 白好完尊五西米啊 这个是相 这个法身是体 相从体 身的 然后 硬化身是用 作用 千百亿化身 释迦摩尼 作用的硬化身 所以体相要 体是法身 相是报身 用是硬化身 体相用 那 如来 依此法 而成如来 那 依此法 因为 本来就是如来嘛 那依这个 那当然就成如来啦 所以 里面就是在上面啊 这是真的啊 那你自己可以去证的啊 不是讲了之后 你无法去证实的啊 那 这都是以无违法而有差别 都是根据无违法 那么 你嘛 则知我等非如此 深净信心 以此为实 不可爱 以这个为实啊 下面那个第六呢 第六呢 此节经文 亦是大胜修行之总纲领 你看这个很重要 我们牢上啊 特别提出来 总纲领啊 你抓住这个纲领啊 那你修行啊 那就事半功倍啦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下面这一节经文 我们下星期一晚上 再来学习 祝大家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